我的前妻跟我两个 已经给了婚 有客户的凑分 她提供的东西 都能够做的 这是个会计 叫杨福音 她根本承认不了 从我们这种心理的会计 刘少斌的意思是 这俩人都靠不住 所以他们的证明 也就无从谈起 那别人呢 比如说跟这兄弟俩关系 比较近的公友们 是否知道这个情况呢 当时你算账过后 当时我没参与 算账的时候没参与 但是算账过后 回到这边办公室 厂里面的办公室了 我们三弟兄坐在一起 我算了有好多钱 总共算了有21万 哥俩之间究竟咋算的账 大伙不清楚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 那就是工程没少干 却始终没见着钱 他因为就是一个钱的问题 就是不跟着 就是这个方面的 一个人他有钱 他都不拿出来 想想也挺有意思啊 你说在这个大哥的身上 好像有一个自动回击的软件 输入的时候 凡是跟他不站在同一立场的人 那输出的结果就是 他们都不是好人 用他自己的话说 向他讨薪的弟媳妇 是个卑鄙的人 跟他离婚的前妻 是公报私仇 而出来作证的 那个杨会计 又是个没有专业知识的人 正所谓 红洞县里美好人咯 那这事难道 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死去的弟弟 能不能